这个片段将会介绍如何在应科税品系统 简称DCS 确认牌照条件及付款通知 当本署完成牌照审批后 将透过应科税品系统发送电子讯息 并以电子邮件通知牌照申请人 当各下收到电子邮件后 请登入应科税品系统 并按照以下的步骤 确认牌照条件及付款通知 当各下收到有关牌照申请的电子邮件时 请点击电邮内的连结 已登入应科税品系统 登入系统主页后 在最新消息选项中 点击显示信息 阅读通知后 按返回回到系统主页 回到系统主页后 在网上功能目录中 点击确认牌照条件及付款通知 步骤一 排照条件 如适用 安排付款前 点击PDF图标 下载牌照条件 下载牌照条件及其他文件 如以现金抵押认息缴交保证金 请列印一般缴款单 依照背面上的缴款办法缴付保证金 如需以银行担保认息提供保证金 请列印全仓货店保税书 CED26缴付保证金 你可以亲身 或者以邮寄方式 递交银行签法的保证书证本预本处 如以现金抵押 及银行担保形式缴交保证金 请列印一般缴款单 及全仓货店保税书 CED26 并依照一般缴款单 背面上的缴款办法缴付保证金 你可以亲身 或者以邮寄方式 递交银行签法的保证书证本预本处 缴付牌照费用 请列印一般缴款单 依照背面上的缴款办法缴付牌照费用 欧选方格确认已月度牌照条件 补充资料及确认收妥付款通知 步骤2 输入付款资料 完成付款后 登入递交付款资料 登入应货税品系统 点击确认牌照条件及付款通知 第一 输入保证金签法日期 银行名称 银行参考编号 第二 输入牌照费用的付款日期 然后按下一步 步骤三 确认及签处 第一 核对已输入的付款资料 然后按楼栏 选择要上载的电子证书档案 并按开启救档 输入电子证书密码 然后按确认 步骤四 认收 我们已经收到你输入的付款资料 本署会于核实有关的 牌照费用后发出牌照 请留意有关的电子邮件 以上是透过应货税品系统 确认牌照条件 及输入付款资料的示范 多谢收看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